来到了9月的决断时刻 深夜里一架无人机直直地飞向公寓 接着就出现了巨大的声响 瞬间爆炸 俄罗斯莫斯科附近一栋住宅大楼 10号凌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造成一名妇女身亡 三人受伤 我只记得一遍爆炸 我站在乌克兰在下方 我看到火热热了 遭到袭击的公寓大楼出现严重毁损 莫斯科当局表示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到10号早上 击落超过140架的乌克兰无人机 无人机发动攻击的同一时间 民航机几乎都停飞除了乌军 但除了乌军 俄军当然也持续以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领土 乌克兰军方则是开发新的战术来对抗 降低用飞弹打无人机的成本 由乌克兰的布洛克在网路上发布战果 影片显示FPV无人机成功的拦截 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柳叶刀 自杀式无人机 而根据了解执行拦截任务的FPV无人机 是经过特殊改装的 现在乌克兰军队越来越依赖FPV无人机 来对抗俄罗斯的无人机威胁 另一方面乌冬目前正况岌岌可危 对内刺客的布克罗夫斯克发生了激烈战斗 俄军声称他们又在这里夺下了一个据点 但乌克兰强调军队持续在采取必要的措施 击退俄军的攻势 俄乌战场会一步一步推向核战边缘吗 全世界都在关注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美国情报投资CIA局长 他历来最赤裸的爆料 他说2022年早在俄乌战争开打 第一年普丁就想动用战术核武 现在三年之后 俄罗斯遭到乌军入侵 这意味着什么 普丁会被逼出杀手剑吗 我们就来看看 居然一场空袭俄罗斯弹药库的行动 意外炸出了北韩提供新武器不能说的真相 也曝光了伊朗首度对俄国提供的弹道飞弹 北约这下怎么样加速快速装乌克兰 让普丁没有一丝一毫误判的空间 对 没错 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的大选风风火火的展开 他其实美国国内没有在讨论俄乌战场 中国目前为止也是晋升 但是我们说俄乌战场目前为止 是整个战局在往上提升 为什么 因为俄乌双方都想在 假设美国是川普当选之后 他说在24小时之内要结束战争 大家都想要在美国总统换届的时候 取得一个最好的优势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都在指控对方 说什么 你怎么可以越过边系 来打我们这些相关的地区 怎么说 主要是乌克兰他们有在苏梅州 俄罗斯这个地方叫别尔哥罗德州 他们两个是互相接壤的 就不想他们就说 你怎么可以晚上趁我没有防备的时候 过来打我的平民的状况 然后双方都指控对方 你在空袭平民 然后都是这样空袭平民的目标 而且这是战争行为 而且甚至来打对方的基础建设 所以双方在边界 目前为止打得相当火热的一个状况 你绝对不要看到这些所谓的 你动我一拳我也动了一拳 小打小闹 他就是可能会叉加这火 为什么 普丁现在终于等到了这个决断时刻 老大有难 二地 三地 通通支援前线 对 我们要目前为止来说 很多国外的武器 慢慢运到俄罗斯来 特别是伊朗的导弹 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情报单位 非常的盯紧这个情形 这一次伊朗从他们国内 转让了两款的这个飞弹 这是什么FACE 360的这个飞弹 还有另外一款是 阿巴比尔的这个导弹 两种导弹的系统 你说这两种导弹有很厉害吗 事实上它不是见得是很厉害 但是它主要是用于进程的这个导弹 这个弹道导弹 它的发射大概是300公里 为什么300公里 因为事实上对俄罗斯来说 它不缺那种长城导弹 它有很多超音速飞弹 长城飞弹 问题是对付乌克兰 不需要用了这么贵的这个飞弹 所以他一直跟小老弟说 你如果飞弹300公里之内的 你赶快支援我一些 所以伊朗就支援它给 支援部分的款项给俄罗斯 那这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这些飞弹 也可以跟俄罗斯某些这个弹道 这个所谓装载机制 是可以互相的互相配合的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它增加它自己的导弹的储备 然后就准备了 对乌克兰进行更近距 大约是300公里的打击的范围 目前为止他们主要的这个目标 跟主要的这个方向 所以我只要打中短 我就不要用到这么贵的飞弹 俄罗斯可以集中火力 杀机不必用牛刀 对 没错 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了 今天伊朗提供了这些飞弹 它的品质好吗 它的精准度够吗 对 我们可想而知 伊朗到底程度怎么样 好 我们就讲 因为俄乌战争持续爆发的时候 伊朗当时有陆陆续续提供 这个不是第一次提供飞弹吗 它有提供无人机 给他们相关的这个分 给俄罗斯使用 那我们就知道事实上美联社 因为他们有独家分这个拦截道 包括说不论是被拦截到的飞弹 或者真正引爆的飞弹 他们就分析他们相关的 这个成分来说的话 他们就说得出的结论是 伊朗的飞弹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差的 譬如说以他们这个伊玛德的 这个国产的这个长城飞弹 他们之前曾经有这个 包括说像叙利亚 或者说民兵系统 有用这个飞弹 去攻击以色列的这个机库 就攻击下来之后 居然这样你知道怎么样吗 原本宣称说他们的误差只是50公尺 就根据美国的目标 你明明要打这个目标 结果没想到怎么偏差那么远 就美国估算出来是 偏差竟然到了1.2公里 那不是很落差吗 对 原本是50公尺 就变成是1.2公里 这根本是天差地远 所以就说他们目前为止的 这个准确度是相当的差 另外一方面他们说什么 他们的发射的效率非常差 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 这个推算的状况是说 只有一半能够真正的抵达目标 而且真的把他击落 真的把他击到这个目标物 一半以上的话几乎是发射出去 没多久就不知道什么状况 就没了 所以就说发射率是相当差 所以现在虽然这些伊朗的武器 真的交到俄罗斯的手上 但是俄罗斯反正 我现在可以用就好了 我也是反正先有数量 再说的一个状况吧 好 我们看到了普丁有难 老大有难 各方持援 没有啦 各方一个是伊朗 另外一个总共只剩北韩 问题是金正恩的角色 但是我们一直摸不清楚 没有想到一场空袭 军火库的这个爆炸事件 火光当中赫然才发现 原来北韩早就源源不绝 支援前线了 没错 像金正恩本来 就是一直在支持俄罗斯 不过最近倒对金正恩来说 有几个怪异的这个地方 我怎么这样讲 因为这几天的时候 刚好是北韩建国 76周年的这个状况 我们其实以这种北韩这种国家 或是说像中国这种独裁专制的国家里面 建国庆日一定要有这个领导 领导站在最重要的位置 可是我们给大家看 这是他们这个官媒报导的这个 他们庆祝的会场里面说 你就要看没有金正恩 金正恩没有 因为你看没有那种胖胖的身形 没有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他们官媒说 有来自什么普丁 然后很多国家的这个贺电 然后甚至普丁还说 我们准备加强跟北韩之间的这个战略关系 中国也派贺电来了 但是你在这个朝中社的这个照片里面说 居然没有看到金正恩 那金正恩到底是怎么样 他也是完全满头问号 这种场合不是他应该出现的吗 这个是最重要的日子 还有什么比站在这个地方 主持整个大典来得更重要 他居然缺席 对 好 那他到底在做什么 就有种说法是说 他其实最近 因为俄罗斯要了太多东西 他赶快在整装军备的一个状况 甚至最近有一个报导 就是说北韩要推一个叫做大型的这个战舰的这个 他们要推大型战舰 就是说准备来下水这种比较大型 可能是驱逐舰或是更大的这个战舰 他们要提升整个海军的这个战力 那么事实上连这个金正恩过去一段时间 他也去视察这个海军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 建设的这个工程 那结果人说的是什么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现阶段的北韩 他们的这个船只的停泊站 或者他们相关的这个基地 的确是相当的差 没有办法容纳即将要下水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战舰 俄罗斯真的是在国内很多战舰都被毁的时候 可不可以停到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 整修跟运补的这个状况 这都是可能的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搞不好金正恩还是在密谋 怎么帮助俄罗斯的一个状况嘛 好 那除了帮助俄罗斯的这个情形之外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抓说你这个所谓这个北韩呢 支援这个俄罗斯的具体的这个罪证嘛 那最近就被发现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乌克兰等于是用无人机呢 日夜的攻击的这个 包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沃罗涅日基地 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想事实上这个地方来说 哇 没想到大家认为说 怎么爆炸爆成那个样子 因为你可以看到 无人机去攻击的第一个时间里面 当然爆炸了 可是还有发生第二次爆炸 第二次爆炸的时候是很大的一个迅壮云这样起来 他想说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后来根据这个情报的破解是说 因为这里面来说 这个弹药库里面有 北韩提供的这个短层的 这个弹道飞弹的这个这里面 那因为你里面存有大量的这个弹道飞弹 所以我攻击第一个时间 造成第一次引爆的时候 又连续的引爆了一个状况 那这也证明了说 俄罗斯当地有非常多来自北韩的弹药 在这个沃罗涅日基地这个地方 目前为止 俄罗斯精英阶层相当惊讶 为什么 因为库斯科距离这个莫斯科 大概是一千多公里 但是从来没有被打进来 然后再往北打 会不会打到莫斯科 所以莫斯科的人很惊慌 不过目前为止来说 普丁对政权的掌握 还是牢牢地掌握住 并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你不知道普丁的下一步 会怎么做 你不知道 我就觉得这个人 会不会跟你一直往后 万一你真的往里面打 越来越靠近莫斯科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做 你不知道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这时候这个CIA局长 这个博恩斯就出来说了 他说事实上根据他们的目标 这个情报显示的时候 在2022年战争刚开打 没多久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就想用 动用核武的这个状况 然后他就说 这个博恩斯就说 乌克兰的盟友 不要因为俄罗斯的 核武升级威胁而退却 他说普丁是个恶霸 他说不定时的进行 所谓的军事威胁 不过目前为止 美国的评估是说 他虽然想 但他可能目前为止来说 还没有做这个决定 可是问题是那是2022年 当时的战警是对他领先的 现在来说的话 战警慢慢慢慢倾斜 特别是西方世界 美国还有欧洲 对乌克兰的支持 让整个战争有点反转过来 尤其是入侵库斯科 对 这是关键 对 搞不好 普丁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绝对还是不能够 这个认为说 普丁绝对不会动用 核武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问你 到底是嘴巴讲讲而已 吓吓你 胡胡你而已 还是他背后里真的藏了一把 核武的匕首随时要拿出来呢 应该这样说 事实上他如果能够用传统武器来说 我尽量用传统武器跟你打 可是问题是传统武器到目前为止来说 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 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 你连伊朗的武器都拿 这个失败率这么高 然后你连北韩的武器都拿 为什么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 它居然降落 正在坠毁在什么地方 坠毁在拉脱维亚的境内 我们知道拉脱维亚是什么 拉脱维亚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他们过去跟俄罗斯处得非常不愉快 他们是北约的这个前缘 就没有你居然打了这个地方 那是怎么一回事 你在创造一个开战的理由吗 北约就说你这样子的话 是要逼我们北约动手吗 因为北约的条约是 一旦有国家被攻击的时候 北约是可以集体防卫的 所以你到底在搞什么 你是武器是控制不住 还是怎样的状况 大家不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白俄罗斯 我们白俄罗斯跟俄罗斯非常好 卢卡申科是一直在挺这个 普丁的 结果比较他们居然最近说 我们击落来自俄罗斯的攻击无人机 这个让人家满脸问号 那是你最body的这个国家 难道是你俄罗斯要去打他 还是怎么回事 这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普丁的武器 他控制不住了 他控制不住的时候 那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能够打的武器 已经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一个状况 所以普丁会不会狗急跳墙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 另外一个就是乌克兰 我觉得乌克兰目前为止 打到目前为止 也是令我们觉得非常刮目相看 原本很多一开始开打的时候 乌克兰撑不过一年 撑不过两年 三年都过去了 对 也过了这么久了 一段时间 好 那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最近有一个画面 就是乌克兰女兵 我们来乌克兰女兵是为什么呢 你看他们在基辅境内 他们其实算是后勤部队 那他们没有办法拿到 最先进的这个机枪 但是他们拿的是什么 如果你仔细看 这个机枪 这个是马克庆机枪 马克庆机枪是什么 它是1910年代 在俄罗斯帝国的时候正式服役 然后大概约目二次大战前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再用这个机枪了 攻击的重兵器 对 他们用什么 他们攻击这个 俄罗斯的Sherhead这个无人机 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 重兵器的这个机枪 来攻击他们能够 目眼所及的这个无人机 去打伊朗提供过来的无人机 所以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你看 他们全民皆兵 而且女生来说 我没办法在前线作战 但我在后方防守的时候 我拿了再老旧武器 我要跟你抵抗到底 那告诉你什么 俄罗斯的这个民心是慢慢的低落 但是乌克兰呢 这个战斗意志还很强 所以我们不能够排除真的 假设真的打到让普丁了 最后会不会动没掉 动用核武 那我们当然是持续观察下去 看到这个地方 面对于北韩 伊朗加大力道 支援俄罗斯 乌克兰怎么办 北约也加速的来武装乌克兰 让他能挺得住 普丁发动的血腥 九月反攻 你看一台iPad就能搞定 老苏卡战机 挂载JDM铁锤飞弹 然后俄军就算你躲在地底碉堡 也没用 那就更别提普丁最大的恶梦F-16 最近也刚刚取得 能够精准打击的 AM120中程空对空飞弹 确保空优掩护 让乌军能够继续地面挺进 这血腥的九月 那不就是北约跟邪恶轴星的 终极对决吗 过去因为乌克兰 它整体的这个军事训练的体系 还有它的武器装备都是走二系的系统 所以乌克兰空军能够佩戴什么样的 这个所谓的飞弹或干嘛 其实老实讲 外界的资讯都很清楚 但这一次居然发现到说 这个乌克兰所属了 苏可二世的这个战机 所搭载的这个飞弹 被认为跟传统他们遏制的武器 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结果现在传出来讲说 这个飞弹非常有可能是什么 由西方世界 甚至有可能是美国提供了 这个叫JDM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型的导引航空炸弹 但问题就回来了 因为一般过去美系的武器装备 要装到二系的飞机上面 那个界面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是不是代表就是说 你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队 已经进行了超级魔改的工程 所以这个魔改造成了解封印 解封印之后所有西方的美系的 只要能够完成了它所谓的匹配的话 你就可以戴上去 戴上去就能打了 这个最可怕的就是说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 很有可能在政治上面 这个意见是不合的 但问题是居然在武器上面 居然可以打合作你知道 但现在大家就非常好奇说 那你今天怎么把苏凯战机 去结合这个所谓的西方的飞弹 现在发现到说 因为西方世界其实提供了 非常多不同的这个武器 去提供给这个乌克兰 结果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发现到说乌克兰 在他们的传统战机上面 增加了一个新的配备 什么配备 那个配备你在外观上看不到 但是从内装就看 然后居然装一台iPad在上面 iPad能干嘛 这很厉害 为什么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武器 像以前传统像苏联的 俄罗斯的这个战机 比较多是类比式的 那我现在其实只要进入到 电控系统里面去的时候 我就帮你数位化就好了 是 所以我把整个的这个程式 软体全部整合在这个 iPad里面去的时候 我只要接上所谓的数位化 发射那个射控系统 我今天在iPad上就可以操作了 是 那这个可以操作的状态 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到 不只是我单机上面的武器操作 甚至是什么 你的飞行数据 可以透过这个整合的方式 一起link到你的后方去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俄罗 这个乌克兰的飞行员 已经不是早期大家认为说 你只能飞二系战机 为什么 我飞的虽然是二系的战机 但我的骨子里面 甚至连我的心脏 都换成了西方的系统 乌克兰果然名不虚传 苏联时期打造军工军武 最重要的脑袋跟基地 当时就在乌克兰 是 那个血脉跟DNA都留下来了 那就更不要讲 现在我原装原位 原配的F-16 源源不绝地提供给乌克兰 那普丁怎么承受得住 其实你现在这个乌克兰 所拿到这个F-16 当然它不是说最新构型的 像我们现在台湾 不是要换装F-16V吗 是 但是它这个其实是比较早期的 这个所谓的F-16的系统 但问题是你看 有一个国家扮演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叫做荷兰 因为荷兰在这个之前 加入到北约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荷兰也会提供很多乌克兰 包含到空对攻的导弹 现在乌克兰的官员 就已经表示就是说 他们这个F-16战机拿到之后 他们甚至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是 他们还可以希望能够获得 最新的AIM-120D 还有AIM-9X的这个飞弹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像这种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来讲 它的射程 以它这个AIM-120这个来讲 它射程可以达到160公里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你知道过去传统 这个飞弹打出去之后 可能对乌克兰来讲 它的这个战机 就必须一直盯着这个落点 结果现在没有 因为它换装AIM-120之后 它的飞弹就可以加装 GPS的这个导航 还有它有一个强化电子 抗干扰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代表是很有可能 它的飞行员打出去之后 也可以做到射后不理 那射后不理就大幅度的提高了 你的战机飞行员的存活率 但是又可以增加 你这个飞弹打出去的命中率 好 我们讲到这是F-16 M120 那是威力百倍千倍大增 你一定很好奇 乌克兰的飞行员 他过去对F-16是完全不熟悉的 他怎么训练它可以挂载这些杀器 飞上天空英勇杀敌呢 这时候科技就扮演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你知道 像我们这个国内 我们不是有F-16的战机飞行员吗 那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战机 可是我如果要换训的时候 通常时间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 你要让它会操作 跟你能够熟悉飞机 成为一个成熟的飞学 有时候都要好几年的时间 结果美国这时候 他们居然拿了一个混合实境的 F-16C的这个叫做模拟器 为什么讲说这个模拟器你知道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在看到 说航空训练的这个机器 然后当然你坐在上面 它可以跟着这个战机的动作 然后来进行这个摆动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它是属于 试听穿戴式XR的这个设备 它现在运到了这个 乌克兰飞行员训练中心之后 让它的飞行员 其实就坐在这个模拟舱里面 也好像真实在战场上面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它的体积其实非常小 而且还可以 这个方便的搭载跟运用 但你知道透过这种 科技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一般讲说 传统的这个F-16飞行员 它可能要从这个 一开始接触到成熟 可能需要有好几年的时间 但是因为你本身乌克兰的 这个所谓的飞观 它也会操纵战机 所以飞行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那唯一只有一个是界面上的不同 你知道居然透过这样的一个 模拟的这个飞行器 居然可以缩短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让它的飞行员 可以实质的上线 所以今天听到这个层次 它意味着什么 这是普丁一个很大的危机 在过去我们讲说 当你都是苏系 是二系军武的时候 你有几根毛 我摸得清清楚楚 可是普丁现在面对的是 西方军武的练兵场 他疲于奔命 他怎么应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像战机 这些东西 可是你如果要拿到空优的时候 其实地面部队也非常重要 那这一次其实看到 英国提供了 包含650枚的这个轻型飞弹 总共是1.61英镑的 这样的一个军援的部分 去援助这个乌克兰 其实以它的所谓的轻型飞弹来讲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它也可以 它也用所谓的监射式的方式 那也可以让它 变成所谓的车载式的方式 这种所谓的炎焰地对空飞弹 因为它的有效射程 平均来讲 大概会在6公里上下 最大的射程 甚至可以达到8公里左右 这个来打这个无人机刚刚好 你马上抓到重点 为什么 以这种所谓的手持的 所谓的炎焰飞弹来讲 它的速度其实不会太快 那不会太快 你说要去打战机 可能会有难度 但问题是因为它的速度 可以达到1.5马赫左右 所以如果今天敌机领空 已经到我的上方去 针对什么你知道 像这种所谓的旋翼机 直升机 或者是定翼的无人机 这种速度不是特别快 事实上你看炎焰 它打完了之后 人就可以直接隐蔽掩蔽 就可以离开这个战场 所以大家就发现到 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讲 它的整个地面的防空的战力 是增加非常非常的多 那还有一个包含是到什么 你知道我们刚刚讲 地面的战力要有 那你如果空中的武力 也能够结合呢 这很重要 空中掩护 这个差很多 我们先回来看 赛考斯基的这个公司 他现在都发布了一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 你看它的构型 基本上就是黑鹰直升机 可是它不一样 是它机上 装了非常多的武器弹药 好机型的机枪 好多机枪你知道 因为它在两侧挂载了 这个所谓的家装的挂架 那有四个硬挂点 所以它可以安装 所谓的地狱火飞弹 甚至这个火箭弹 还有这个所谓的机炮 甚至连迷你机炮都全部上升 那过去我们在看到 黑鹰直升机比较多 也用在什么人员运输上面 但是它把它完完全全改装 你看到画面上面那个 它连那个地狱火 就直接这样打出去 所以它其实已经 从这单纯的人员运载 变成所谓的一个 全武装的一个黑鹰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你再回来看 事实上我们就看到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飞行有时候其实很忙 因为它那个仪表非常多 太复杂了 那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这个国内 大家讲说我们A87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可动式的头盔 我今天只要头转到哪里 我的机炮就跟着移动到什么位置 我跟你讲 它们居然在这上面 一样通通都搭载了这些东西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它带着这个移动式的头盔 上面还有光学工红外线的 这个征收镜头 那这代表什么你知道 它可能在夜间的时候 也可以执行它的这样一个训练 全天候它不受黑夜白天的限制 没错 所以你看它在夜站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不需要说 我缺少导航的设备或什么的 可是你会觉得说 我们刚刚从乌克兰 一直讲到武装黑鹰 那现在要怎么回到乌克兰去呢 因为重点在这里 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 居然在之前 有秀出了画面上面 这样的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就像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所谓的黑鹰直升机 但是居然是乌克兰版的 这种涂装的黑鹰直升机 所以你看看它乌克兰的 整个国旗的意味非常明显 但问题就来了 现在外界对于说 你美方到底要援助乌克兰的 这个军区的这个项目 到底有多少 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黑鹰直升机 如果按照他们 那个情报总局 特别秀出的照片是 它已经前进乌克兰了 你知道 所以我就问了 美国的所谓的军援乌克兰 会有一个军援的清单 是 这一架飞机 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这个清单上 那就到底大家要问 美国还有多少 是明者跟你讲 不承认暗地里源源不绝进入战场的呢 所以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也就是乌克兰军队 透过使用这个黑鹰直升机 进行人员的这个渗透作战 那它其实强调就是 快速的机动打击跟部署 那问题是 如果今天美方要军援 这个乌克兰里面 也包含了这种 所谓的武装黑鹰的话 那对于乌克兰整体 在地面的这个所谓的火力 还有维持它的空游的部分 如母天意 那就会增加非常大一个 一个帮助的力道 二无战场的九月是普丁口中的 绝断时刻 要把乌军赶出境内 所以你就看到俄罗斯朝乌克兰 后勤枢纽挺进 乌军整个后勤枢纽 身陷险境 背后为什么泽伦斯基 不积极反攻 难道这一切都是他的 另一个计谋吗 画面当中你能看到右边 那个火光出了什么事了 原来乌克兰提出最新的反击 居然是出现无人机 搭载2200度燃烧的旅热计 这个是极具争议的打法 已经到了人道边缘 人道争议的下场 普丁会被逼出核武的杀手剑吗 居然哥你如果看乌克兰境内 你会觉得他在节节败退 但你如果纵观整个战局 你会发现他就是说以退为进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们首先讲到俄罗斯的状况 俄罗斯最近得到了很多得力的助手 竟然与伊朗 大家已经说你是邪恶轴心 说你是邪恶联盟 他也没在怕 伊朗的武器 北韩的武器 隆终来 为什么 他拿了伊朗最新的弹道导弹 而且到现在已经交付了 换支包括这个阿法比尔 以及这个巴塔赫360 这两种都是什么 进程导弹 他不能够打到太深远的位置 但介乙的目的是什么 我直接跟我讲答案 他就是要索缓现在俄罗斯 他的弹道压力 他的弹药压力 为什么他需要去索缓 因为他现在可能去拥有 非常多的中程导弹 但是远程导弹 但是近程导弹没有嘛 我总不可能浪费 我们讲的大炮去打小鸟 所以对他来讲 利用这些近程导弹呢 可以在第一线 也就是最前线 包括我们讲的库斯科 甚至我们讲的对尼斯科等地 来进行我们讲的近程打击攻击 换言之这个动作也证明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让白宫震惊 因为俄罗斯不演了 之前是不是把萨姆400 拿到我们讲伊朗送给伊朗 现在我们讲的 我投桃报李 我也送你捣蛋 这个邪恶轴心 已经在地表正式的成形 好 普丁有难 各方持援 各方就两方 一个是伊朗 一个就是北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刚刚提到了九月的决断时刻 普丁一定要把乌克兰赶出他们境内 那泽伦斯基怎么抵挡呢 对 居然跟我们讲 既然你摊牌了 我美国也不跟你演了嘛 来 他直接跟你讲 CIA跟我们NI6 也就是英国的情报局 两个情报头子投出到哪里去 Financial time 直接跟你讲说 我们绝对会力挺乌克兰到底 我跟各位报告 这是一个态度表达 因为现在外界普遍都预期说 乌尔战争很有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 落幕之后会用谈判的方式 做一个和解 所以在谈判之前 双边都一定要把筹码越叫越高 我也要把我的战备越叫越高 因为毕竟已经到了最后的高潮了嘛 所以你仔细看 现在俄罗斯还做了什么动作 这个叫做反制 我们先前是不是也聊到说 乌克兰已经深入到库斯克 包括俄罗斯的境内 已经直接去打击了吗 结果俄罗斯现在也来 他直接用这种少量的无人机的 跑到拉脱维亚 罗马尼亚 这两个地方叫什么 这不是乌克兰啊 这是拿头啊 他跑到北约去了 而且直接做 你不是逃打吗 当然为什么 他故意在广开战线 一则 第一个讯息 你北约不要给我插手这件事 你敢插手 你敢提供军援 我就把死敌对了 第二个 我再故意分散你的战线 我今天如果打到北约去 那你美国 包括你西方的诸国列强 得要判断一件事情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去支援 他等于是可以把北约 原本提供给乌克兰 源源不绝的兵力 转向移动到自己在NATO 也就是北约东义的部分 做一个严密的防守 换言之 我这个东西叫做深东即西 刻意地拉扯你的战线 拉扯你的兵源 以换取时间 决断时刻 双方都有殊不得的压力 但这个现场 太诡异了 乌克兰不是滔滔江水 一路高歌猛进吗 为什么他的后勤补给的枢纽 现在面临了俄军团团包围 泽伦斯基赶快求救啊 所以我们这样讲 这就是以退为进的精髓 现在的状况很像是什么 我们两边都要上谈判筹码 我乌克兰也要 你俄罗斯也要 但我请问一下 如果乌克兰坐拥80%的土地 那他有办法跟俄罗斯谈吗 没办法 所以他想出一个好方法 这个好方法就是 我用我最精锐的部队 我用我最先进的部队 包括基布里 包括亚树 所以我直接攻进到你俄罗斯境内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做反向的 同样的动作 他做什么 我也把我的主力部队 直接攻到你的苏牛 所以你只单看这一面 你会很紧张 说还有什么红军 红军村 八公里 已经古董 辛罗迪夫卡这个镇 被俄罗斯也攻下了 这是后勤补给的重镇 但不好意思 各位不要误会了 现在变成是什么游戏你知道吗 我乌克兰也持有你俄罗斯的土地 你俄罗斯也持有乌克兰土地 所以我们双边更是只有 你这边打跃升 我反向操作 我你的境内也会打跃升 而且不只要打这种阵地战 我们还要打什么 打我们讲舆论战 现在最新公布的一个画面 就是说投降的乌克兰军队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在画面看到 非常可怕 从高峰拍下来 人已经投降了 都已经没有抵抗人力了 双手都已经击起来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俄罗斯犯下了战争罪 也就是对手无寸铁的俘虏 进行了处决 而这个罪是要干嘛 引起整个西方世界 力挺乌克兰的力道 力挺他们的声援 因为如果俄罗斯是如此暴虐无人 而且犯下战争罪的罪犯的话 那我们大家当然要决力挺到底 所以你回头来看 这是泽伦斯基的一盘棋吗 一次的密谋吗 目的只有一个 让北约更团结 只支援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叫做乌克兰 那我支援你 你要能打 你要敢打 他也给你看了 他真的敢打 对 我们刚才在强调说 库斯克这个地方挺近 各位你可能觉得没什么 不好意思 库斯克如果再往东边 再往北边一点 你知道那个到哪里吗 莫斯克 就到莫斯克了 所以换言之 这叫做直接将军你将军我 我反向也将军你 你想想看 他现在把什么 赛姆盒直接给炸断了 也就是各位 你现在看画面就砰一声 直接整座墙炸断 炸断它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 我可以阻止你援军的来办 第二个 我可以防止我被包围 第三个 我可以阻止你的后援 换言之这个壮饰断 等于说我这个炸断之后 我就可以完全再临 我们讲的奈德诺夫这个地方 换言之他们有没有在往前推进 有耶 有 他们等于步步进逼 当然他的后勤补给 或者说乌克兰 他必须要确保自己的补给链 能够顺畅不断 所以你仔细看为什么俄罗斯 会往这个后勤补给的重阵去震攻 双边都在互相的反制 但是乌克兰最新还有一个更新的反制 你知道什么吗 无人机大家都知道 乌克兰最厉害 但他们竟然玩出了新玩法 无人机通常是干嘛 拿来我们讲的顶多是开枪用 结果他不是 他直接在上面装载了铝热器 你知道这个铝鸡 各位你看到的 噴火 我没说 你说是说 培梁 带天 噴火 不对喔 你看喔 他沿着这些有可能 常立敌菌的草丛 树木 就这样子在晚上的时候 沿线喷火 换言之你如果人躲在里面 我跟讲你瞬间就会被融化 因为这个高温高达2200度 他把所有地表上 很有可能隐翼坦克 因为你想想看俊大哥 这段画面 这个同样一件事吗 好像一个火炬人在树林走路 对 我跟你讲 这不是同一件事情 这是不同的时间点 但是同样的动作 一样都是用无人机 为什么他们专挑这种树林烧 因为过往我们讲的 俄罗斯常常会把军地战力保存 隐翼在这些树林里面 他只要这样喷过一轮 就算不管你有或没有 只要喷中了 基本上都会毁灭 而且他不只是做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他这个无人机喷着喷着 你想说 我跟你讲 效果画面十足 但实际上的运用 其实没有真的特别好 他只是摧毁掉 他可能隐翼的阵地而运动 但真正他们真的猛的是什么 他们同样的无人机 直接飞到俄罗斯境内 因为现在最大的重点就是在于说 只要俄罗斯境内的后勤补给 包括弹药库 源源不绝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前线持续的对抗 所以我必须要斩草除根 我直接飞到你后方 针对这种大型大卧库 就各位你看到了 三起雄雄的火光浓浓烟 因为这些弹药库 就是来自我们讲的伊朗 来自我们讲的北韩 这些援军所提供给他的后勤部给 如果我一个一个摧毁 从弹药库到油库 甚至是你的战力保存飞机场 我跟讲这场战争就能够 拉短他的时间迅速划下句点 来看到的是乌俄战争又有新的进展了 美国现在对乌克兰开绿灯 让他可以去猛炸俄罗斯的本土吗 普丁现在也着急了 现在赶快去找他的好朋友帮忙 这一早找到了习近平身上 要请他帮忙支援前线 但是近平哥他这一招恐怕又碰壁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这个9月6号要出席 德国拉姆斯坦的空军基地 定期举办的一个这个拉姆斯坦会议 这个拉姆斯坦空军基地举行的会议 一直是北约很重要的一个军事会议 各国领导人都会出席 还有甚至各国的一些国防部长 军方的这个重要的领导人 这个阶级的首长 那你可以看到 泽伦斯基跑去这个德国 为什么呢 因为要跟这个北约国家 欧美西方各国再多要一点武器 能够来对付这个俄罗斯 一远自远嘛 因为这个俄罗斯最近啊 他加大他的攻击力道 俄罗斯的这个边境 不是被乌克兰攻进去吗 乌克兰也跨境 突袭到俄罗斯境内 让这个普丁一下子阵脚大乱 下令要有更多的这个弹药 去攻打这个乌克兰 结果呢 后来被发现 俄罗斯他们在8月底的时候 竟然首次使用一种 雷霆E1的混合飞弹攻击 这个乌克兰东部的大臣哈尔科夫 为什么讲说这个是一个 俄罗斯新采用的雷霆E1混合飞弹 他就是像一个 有混合了这样一个动力 有他的一个涡轮喷射了 这个动力的 又像是自由落体的这个炸弹一样 他是等于 装在战斗机上 他有一些条件限制 比如说 他在12000公尺的高空后 如果他的速度是在1600公里以上 他就可以射程达到120公里以上 速度1600公里 你去看这些画面 等于他就是要用战斗机来载 他的载台必须是战斗机 战斗机挂上他这枚 他的这个雷霆E1飞弹 而且在12000公尺的高空 他就可以这个发射到120公里的射程以外 那这种飞弹呢 因为他本身就像是一个精准的JDAN 他的一个等于是美式的这个JDAN 他的一个俄罗斯版本 他等于有涡轮喷射的一个动力 他速度快 那个高度又高 那又像自由落体炸弹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掉下来的时候呢 你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很难去拦截 防不胜防 而且呢 他如果是在比较没有那么高空 比如说五六千公尺的高空的话 他的射程大概就在35到50公里左右 所以像这种飞弹呢 乌克兰实在是很头痛 那你要对付他呢 那你当然是用更远射程的飞弹 或是更有效更快的这个飞弹去拦截他 想办法能够化解俄罗斯的这个军队的控制 所以你以为这个乌克兰 没有他的反制之道来对付俄罗斯吗 当然有 所以你看到之前白宫 美方的这个发言人 Coby他就有提到说 俄罗斯最近已经把这个90% 用来攻击乌克兰的战斗机 开始调离开他的这个靠近乌克兰的边境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能够打到这些战斗机啊 现在美国似乎开了绿灯 你不要说因为美国要总统大选 好像就没在管俄乌战场上的战事了 民主党的拜登 还是对这个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和乌克兰打俄罗斯 还是非常积极支持的 所以提供了一堆远程的武器系统 尤其是像美军的这个春季军援 他的长城的这个陆军战术飞弹 他就高达300公里以上 这个是 300公里恐怕还不能满足这个乌克兰啊 但是乌克兰有这些这个 这个飞弹 至少有 数量据说可以达到千枚 就可以威胁 威胁到这个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为什么要害怕 他边境靠近乌克兰 俄乌边境的一些空军基地的军机 战斗机被乌克兰的飞弹 也击中袭击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 Attakens这些武器 那让乌克兰可以对这个俄罗斯的威胁 一个一个消灭殆尽 是 今天就讲到这个人 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Attakens 在画面上我们就可以来看到 他的实战的这样的一个进行了 你就会发现到说 他的整个的进程啊 是非常非常威力强大的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Attakens 他除了是一个精准能力非常的高之外 你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乌克兰的军队 用Attakens飞弹 战术攻击飞弹 去攻击俄罗斯 在这个乌东的两处这个训练基地 其中他这个炸弹打下来的时候呢 又像是这个子母弹 急速弹的那种效果一样 整个打下来 你可以看到整个战场上灰飞烟灭 透过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镜头 可以看到 他的战场上的战果一举消灭了 俄罗斯当时在这个战场上训练了 一千一百多名的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这一百多名的士兵啊 被这个Attakens的陆军战术飞弹攻击之下 除了冒出一大堆的这个白烟 还有在战场上 你看这一点一点小小的点 几乎全部都变成人肉目标 完全被歼灭 所以俄罗斯你在增大量的兵 你在募集大量的这个兵员上战场 也全部都是成为这些Attakens 陆军战术飞弹的攻击炮灰啊 而泽伦斯基我刚刚有提到 他最近又宣布 如果要用美元的这个 Attakens陆军长城战术飞弹还不够 他们现在乌克兰 乌克兰在这个前苏联还没有解体之前 跟俄罗斯都在前苏联的这个体系里面 本来就是一个 这个整个苏联的这个武器制造基地 不管是陆军的战术 或者那个 他的一个各自的战术车辆 还是飞弹 所以当泽伦斯基最近宣布说 乌克兰已经自行成功试射 研发自己自制的短程战术弹道飞弹 不只要你美国给我 要你欧洲各国给我 我还要自己做 因为你给我的可能有时间差 而且搞不好你还愿不开绿灯给我 我还不知道 我自己做 而且我的速度跟长这个距离啊 射程可以控制到 我想要更远就更远 所以他们研发了这个叫做 油准战术飞弹 射程一般运辜至少超过400到500公里以上 而且他只可以有这个500磅 弹头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算是威力又强大 射程又比我刚刚讲的 Attackers的这个陆军战术飞弹 还要远一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乌克兰有了这些 射程比较远的武器 去威胁到这个俄罗斯的 俄罗斯当然为什么 那我就以小博大啊 我以小博大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就用这个无人机 可是不要忘记 乌克兰他也有无人机的 他就是玩无人机 玩到如火存心的 对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 乌克兰怎么训练无人机的这个飞官 好飞行员 那俄罗斯看到乌克兰这样玩 他也会学他 我也要大量用无人机 我也有这个操纵无人机的驾驶员 这个时候乌克兰 我也觉得他们很天才 马上就想到一个方式 我把二战以后 二战时期 曾经在战场上用过的一些 征收武器拿出来用 其中呢 乌克兰有一个反无人机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个 航空的这个方位角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气球 高空的气球 它是这种侦测系统 在二战时期就开始运用了 那可是到了2024年的今天 乌克兰还是可以把它拿来 再重新包装之后 设计的让它首度曝光 那这个是锁定敌方的无人机的飞行员 它的这个驾驶员 不是锁定武器 是锁定人啊 一般都是打无人机 你打掉一台 还有十台 五十台 一百台 更多 你打了那么多无人机 可是威胁不到这个 真正在基地里面 远方的控制无人机的这个驾驶员啊 所以呢 这一个它可以 这个它所谓的航空方位角 它的一个侦测气球 它可以最高侦测的时间 长距离可以放在这个空中啊 超过七天以上 也就是一个礼拜 而且它可以承受 每秒15公尺左右的强风 所以也就是说 风稍微大一点也不会把它吹走 而且它锁定敌方的这个军事基地里面 有无人机的操控驾驶员的时候 它的侦测范围大概是60平方公里 60平方公里已经够了 然后再加上30公里之外呢 它可以像手机 我们一般用的行动电话 它的三角定位系统 它发现说 那个驾驶这个无人机的操作员 大概是在某一个地方 乌东哪个地方 或者俄罗斯跟乌克兰边境什么基地 它锁定了之后 这样的一个航空方位角的侦测气球 它就可以透过卫星 还有它的这个战场上的这个通讯系统连接 指挥它的战术飞弹 还有它的这个炮兵的这个系统 去攻击它被它锁定的这个 无人机的驾驶人员那个基地 马上把那个无人机驾驶员给干掉 那我干嘛去打无人机啊 你把你驾驶员 因为无人机还是要靠人为驾驶的啊 所以在它还没有完全真的AI战场化了 战场AI化之前 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你 那你想想看 我刚刚说俄罗斯有一大堆无人机 他们有见证者136 有一大堆伊朗 也跟它这个成为它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基地 还有北韩啊 所以加上俄罗斯自己也造了很多的无人机 那还会想说 我无人机对你这个乌克兰的飞弹 对你美元的飞弹武器好了 不管爱国者或者是Attackers 一枚都三四百万美元 无人机 他打得过吗 他钱有人家多吗 他钱没人家 就算没人家多 他想说无人机一架三万五千块美金 三四万美金 对你一枚动辄三四百万飞弹够本了吧 可是你要知道 加上乌克兰也不是省油的灯 你无人机一架三四万 那我就比你更便宜 一千块美金吧 一千块美金搞不好还有找 我就找更便宜的这个FPV 去靠近你俄罗斯 而且去撞回你 那两败俱伤嘛 可是我一千块你三万五啊 对他看起来是大鲸鱼嘛 乌克兰看起来是小虾米嘛 但是我就看你 有几台3.5万美金 来跟我一千美元的对抗 所以俄罗斯你再有钱 你可以这样耗吗 那乌克兰最近这个几个礼拜 已经因为这样的方式 积落了超过这个百价的 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 尤其是不管是侦查无人机啊 或是柳叶刀的这种 游荡型弹药的这个无人机也罢 那其实我们看到 俄乌战士最近又打得非常的火热 主要就是在于呢 普丁不是最近传出来 他想要和谈吗 因为乌克兰的战术 已经有很大的这个斩获 所以俄罗斯呢 他兵分三路去包围乌东 在乌克兰的这个乌烈达尔这个地方 结果没有想到 遭到了这个乌克兰军队 用这个地雷的阵啊 地雷阵或者是火炮 还有他的王牌军来击退 那主要是说俄军在战场上 他想办法要冲锋 你现在看到都是一个一个 在往上跑的 就是俄罗斯的士兵 他们采取的是那种 宁为玉碎不畏瓦全的那种 玉碎式的自杀冲锋 往前冲哦 但是呢 乌克兰他碰到的是一个 非常这个装备精良的 乌克兰军队的七二机械化旅 七二机械化旅 其实之前在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战争 一开始开打之后 那一两年 他成功的守住 乌克兰在主要在南部的这个地方 那现在碰上了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采取这种玉碎式的冲锋啊 那乌克兰干脆七二旅 他就用无人机 跟他的这个炸弹 直接破坏你俄罗斯的军队的坦克 还有俄罗斯这种玉碎式的冲锋 殲灭俄军 所以你看到画面上 是一堆一堆的俄军往前冲 可是无人机就一个一个往下掉 然后或者是丢炸弹 或者是往下冲 把他们每一个俄罗斯的士兵给干掉 是 所以在目前看起来 其实乌克兰有两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 有一个是乌克兰的七十二机械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是乌军的四十七机械化 这样的一个战术之下呢 这里头似乎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战车 是的 刚刚你提到四七机械旅呢 他也是乌克兰的王牌部队 那这样的王牌部队 我就用以前我们这个1949年 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 在打的那个美国全部的装备 都装备给国军特定几个师级的部队 就是美军的这个军备师一样 所以乌克兰四七机械化里 他可以说几乎他所有的 不管是战车战斗 步兵战斗车这些装备 都是来自百分之百美国援助他的武器 那加上他们的这个部队啊 这个战功这个标柄啊 所以他用的里面其中有一个差异 就是美国援助他的这个M2A2的 布莱德雷步兵战斗车 是 这一个步兵战斗车成为俄军装甲部队 以及俄军的这个陆军部队的恶梦 甚至他的防空系统也非常的强大 不管是俄罗斯的无人机 俄罗斯的陆军的一些装甲车坦克车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装甲车辆 碰到了他都要退避三色赶快跑 还有俄罗斯的步兵也是一样 而且在装甲车上面你看到 他打过去的那个钢板啊 甚至那个装甲板 你会觉得说好像打一张纸一样 他会突穿 所以为什么布莱德雷的这个M2步兵战斗车 你看到没有 他马上击中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车辆 然后后面的车辆你还不赶快跑 你再往前冲的话 也是一样会被这个当场都击中 所以这个就是M2步兵战斗车 对俄罗斯军队带来的一个强大的压力 你看到没有 几乎对付他们啊 就好像这个兵不血刃的 一枚一枚击中 那这也是这个乌克兰呢 用M2步兵战斗车 他用这个不管是大毒蛇击跑 去击落了这个神风无人机也好 或者是用托式飞弹击毁了 这个俄罗斯的T80 他之前也击毁过俄罗斯的T9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武器发挥之下 俄罗斯实在是拿他没辙啊 好 普丁现在是不是已经急了呢 赶快找他的M2啊 习近平来帮帮忙 但是这一招恐怕会碰壁哦 习近平的军权到经济恐怕都非常的不稳 如今普丁他又自爆了一项秘密协议啊 他自告说乌俄曾经成功达成一项 没有公开的协议 我要请教小峰哥了 那个普丁他冒出了这个秘密协议 背后的阴谋论到底是什么 他是在放话吗 对 我们来想一下乌俄战争 一开始的时候普丁说多久 他说三个月之后 要把这个乌克兰给拿下来 可是兄弟们 现在不是三个月后 现在已经打入第三年了 然后呢他现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当初哦 势如破竹 杀进去之后呢 曾经有一个成功的协议 而这个协议呢 是乌克兰跟俄罗斯达成共识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那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是2022年 可是大哥 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 而且那个时候的协议 你现在来讲算数吗 那你拿到拿明朝的剑 要斩清朝的官吗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大家想象的一件事情是说 如果你当初真的觉得协议可行 你为什么没有在2024年的 就是2022年就推动 你到这个时候再去讲 这个时候你在战场上面 是节节败退 你在提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暗夜吹口哨 对 而且现在普丁看起来 好像都跟表面上讲的不太一样哦 他感觉上表面上呢 跟习近平怎么样 称兄道弟嘛 但是习近平恐怕没有把普丁放在眼里啊 一场论坛当中 看得出来普丁跟习近平两个人恐怕冒合神离耶 对 看这一次的东方经济论坛 好他是东道主 因为呢主场是谁呢 是普丁 可是在过去来讲大家觉得说 普丁你的对口应该是谁 习近平嘛 对不对 两个人在过去来讲的话 都是先握手 然后呢左抱一个右抱一个 然后巴地巴地 可是你这次来的竟然只是 中国国家的副主席韩正 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一次他非常准时的出现 如果以前大家有求于我 那你们就say好 等我 然后呢普丁最后会 以一个老大哥的一个姿态 然后呢左看右看 然后在保镖处勇之下 你这一次在这边等韩正 如果等的是习近平 大家还可以接受 可是副主席 我们讲副主席跟国家主席 只差一个字 差非常的多 那代表说现在普丁的姿态 是不是比较低 如果习近平你愿意帮我的话 我是非常乐意的 所以呢我稍微预尊降贵 来陪你一下韩正 我都愿意接受 普丁这一次我觉得 他把他的这个地位放得非常低 这一次的论坛当中呢 韩正出现了 习近平根本没来啦 但是普丁还放下了一个你知道吗 和缓的语气告诉你说 我期待10月底的金砖峰会 会跟习近平来进行会谈 还在邀约他 你想想看 以前你有听过普丁讲的这种话吗 代表现在普丁想要见习近平比较多 还是习近平想见到普丁 恐怕习近平没有那么想要见到他 普丁下令9月底之前 要把乌军逐出俄罗斯境内 接下来三天将是关键 到底乌军是继续进攻 还是败退转进 关键就在无人机 你现在看到是极为罕见的一个 喷火的一个情况 乌克兰居然出示了这个过去我们极少看到的 喷火无人机 2400度挫骨扬灰 把整场战役推到了人道的边缘 下一步会失控吗 一将功臣万古枯 我告诉你 普丁跟泽伦斯基为了自己的颜面 对 决定说哈鱼死网破了 说哈了 对 三穷水尽亦无路了 9月底之前 库斯科一定要收回来 是 泽伦斯基下通牒 库斯科死守到底 我在美国 如果你把我整个撤军了 我在半身面前 还有什么胜利区院 还有什么面子呢 非赢不可 非赢不可 所以现在整个关键就在这几天 到此之三天 来 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乌军的第二尔武战斗营 在库斯科地区 宣誓 我们要打到底 我们绝不撤退 那我问你 在俄罗斯的地盘上面 现在俄罗斯已经增军了 要开打了 他们哪里来的勇气 跟哪里来的自信呢 还要靠什么呢 我告诉你 新式武器 一个杀气 层出不穷 杀气啊 我告诉你 连我都没看过的杀气 这是什么 喷火无人机 喷火无人机也简直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看到 各位看 喷火无人机 各位知道 这个喷火无人机 撒去的是铝热剂 这铝热剂 各位 你不要开始火 军箱我考你 这个火有多热 多热 2400度 无法想象 2400度就是说 一撒下去 对不起 尸骨无存 连骨头都会融化掉 是不是 第二个 各位看 这是铝热剂 铝热剂什么意思 你只要被沾到 起火 破不掉了 破不掉 所以这个是 已经是当年东京大轰炸的情况 有点类似了 看这个画面 记不记得 我们就在两天前的报信文 给大家看到 那个骇人听闻 好像有火炬人 有没有 对 他在这个 就在外面 马老师 你看到没有 当时我们以为说 他就是在森林里面 演练这样子的 所谓的铝热剂的战术 我烧出一条火龙 我就可以阻绝 俄军的追赶 或者是俄军的布防 没想到 他何止是地面 还有来自于 空中的无人机 我跟你讲 空中无人机 一撒 真正作战的影片 各位可以去上网看 俄军的士兵 啪啪啪啪啪 都一直跑出来 太可怕了 好 那乌克兰底气 就是有这些 世界各国提供他 奇奇怪怪的 星期五 我讲的最新 让普丁最胆寒的 塞尔维亚 最近买了12架 法国的飙风战机 他就宣布 我有12架飙风战机 我就把我自己的36架米格29 赠给乌克兰 等等 塞尔维亚他不是向来亲俄的国家吗 对 亲俄国家 但马老师 36架米格29 没什么了不起吧 错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米格29 居然可以投放 JDAMER的炸弹 就这个 这个有多重要 我一定要跟你讲 这个是美国的厉害的炸弹 是 它要跟米格29系统相连 能够发生 二系跟美系 已经魔改 可以相容了 已经可以相容 这是最严重的 好 我再跟大家讲 注意看 这上面有写字 Happy Birthday 谁的这名字 是乌军总司令 整个作战总司令 他过50岁生日 是 然后送您的礼物 就是每一个俄军的尸体 我告诉你 这个炸弹 它是没有那个 噴射器的 它是滑翔体 对 它是滑翔体 那这样会有多可怕的杀伤力 它是GPS GPS导引的 而且它滑翔 可以滑翔72公里 所以它没有热能 是 你侦测不到的 对 滑翔的 所以这个厉害了 老美献给这个 能够跟乌军的米格29结合 这个在战场上成为新杀技 接下去要问的就是 如果你把普丁逼急了 他怎么跟你运死网坡 一开场老师说 他要修改核武的使用规则 会怎么样吗 所以昨天 克林姆公 新闻都有 正式宣布 必须修改核武使用准则 那修改哪一条 它增加一条 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提供的 远程攻击武器 深入俄国领头 发动攻击 这不就即将是现在进行事吗 对 不要忘记 现在不但我刚刚讲了 米格29已经可以 JDM 而且将来他还有那个长城的 要给他 对 那还有一个除了这个修改 这个核武使用准则 意思就是说我要使用核武了 那大家问 你普丁会怎么使用核武 你怎么打 好 很简单 中程飞弹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中程飞弹 就是500公里到5500公里 是 1987年双方 1987年双方中美 那个美俄签订了一个中导学营 对 就说我们不得 两国不得在研究生产中程导弹 是 就是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导弹 对不起 不准弄了 对 好 这个合约33年之后 被谁打破 谁失岁 川普 对 2019年 川普为什么要失岁 他想在日本韩国 甚至关岛 射这个飞弹 是 菲律宾去打中国大陆 是 他没有想到俄罗斯 结果没想到 美国现在哪里 部署了这个中程导弹 在哪里 菲律宾跟丹麦 丹麦是对准俄罗斯 菲律宾是对准中国 对 好 那普丁一直没有动作 现在普丁开始生产中程飞弹 他会打到谁 谁该紧张 他决定 第一个 中程飞弹可以带核弹的 各位知道 根本就核弹头 对 他打两个地方 哪两个 第一个是欧洲 全境欧陆都打得到啊 我只要跟你讲 全境都打得到 第二个 日本 韩国 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除了日本 韩国 冲绳基地之外 台湾也有可能在里面 哇 那这个影响就大了 中程导弹 是 我们来看看 那俄罗斯现在要新生产 带核弹中程导弹 他会挑哪一款 是 好 我刚刚就讲了 500公里到5500公里 是不是 好 来 2019年 美国指责 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超过中程导弹 是中程导弹 对 你知道俄罗斯吗 我只有480了 好 我就压线 我就压线 我没有500了 我只有480了 我告诉各位 现在美国认为 他根本不必生产 他把这个480的 伊斯坎德尔 增加燃料箱 减少战斗部重量 就可以达2000公里 是这样 2000公里 是 对 好 达2000公里 各位 你说 马老师 这伊斯坎德尔很厉害吗 我把它拦下来 拦下来 我告诉各位 有个数据出来 这是美国人弄的数据 第一个 大家知道 俄罗斯最厉害的 超高音速导弹 避守 避守 避守的拦截率是25% 四分之一 四颗可以拦截一颗 三颗落网 那现在在乌克兰 用最多的是 口径飞弹 对 口径的飞弹拦截率 是49% 两颗 拦截一颗 但是 这个伊斯坎德尔拦截率 是4% 这么低 它为什么这么难 20颗才拦截一颗 为什么这么难 把它拦下来呢 我告诉你 所以 这个炸弹 因为它可以带核弹 是 又这么难拦截 对 它对着欧洲各国去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一宣布 普丁说 我要从生产中心导弹之后 是 所有欧洲各国 都揣在弹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最近俄乌 急剧的升高 对 急剧的伤亡 英国有没有讲法 德国也没有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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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都 不愿意惹起这些事情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 4%这么几乎 7去0 你根本拦不到它 美国有什么 他们军武不是最强吗 怎么样 动足机先 很简单 美国现在 突然之间宣布 它新一代的电战杀技研究成功 推出来了 电战杀技 马老师 你常在电视上讲 这个美国还用的咆哮者 对不对 错 更厉害的来了 这个 EA37B 美国新发展最新的电战杀手 现在已经正式交付了 这个有多厉害 多厉害 我告诉你 第一个 它电子战杀神 它可以阻挡 干扰 削弱 破坏 以所有的雷达 通讯 指挥系统 你所有的联系系统 你的武器系统 连你的飞弹 都会被我干扰到迷海 是 这么厉害 对 更重要一点 它可以窃听密码 窃听 窃听 监视 12345678 其一架飞机枪是十个人 对 我告诉你 更可怕一件事 它这一出来 先要做十架 交付给第43电战杀宗队 你去打第43天 你去查一下 这是什么单位 这是个电战宗队 但是它里面居然 你看擅长语言 俄文 中文 韩文 所以为邪恶轴心而生的电战杀器 这个电战杀器 第一个 它可以干扰阻挡各种电子阻挡 我刚才已经讲了 第二个它兼听 它可以听国语 可以听俄语 可以听朝鲜语 所以把你整个摸透透 它这个电战宗队成立 所以刚才我一讲三个语言就知道了 它针对哪三个国家 因此 这个电战宗队如果派去欧洲的话 那真是普丁的一个心腹大患 究竟俄乌战争 一将攻城万古窟 还要死多少人 多少军人 多少平民 这三天要见分晓 为了立平九月逆转圈 看到普丁做什么 忙着走访盟友 搬救兵讨资源 最重要是中国 你看他见了谁 在海森威见上了韩正 还高唱中俄友好 不是本来就很友好吗 原来普丁心里有一个心魔 中国的大疆无人机 为什么变成乌克兰投掷炸弹 攻击俄罗斯的杀器的血滴子呢 他没办法接受 这个战场终究决战无人机 乌克兰居然发展出这一款 搭配AK突击步枪 凌空扫射的终极杀器 最后谁能笑到终点呢 事实上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他在四号的时候 跑到了这个以前叫做海森威这个地方 去出席一个叫做东方经济论坛 但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你可以看到画面上面 除了韩正之外 他跟他会面的 居然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那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说 你两个人在这里高度 这个会面的过程当中 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事实上普丁在那个时候 居然说 我希望海森威这个地方 能够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好地方 甚至还提到说俄罗斯跟中国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关系 是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以海森威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被高度的关注 事实上海森威是以前中国 他元属的时候是叫做海森威 但是呢 因为他在1860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中俄北京条约 那时候呢 那个满清政府 就已经把这个海森威这个地方 割让给了所谓的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叫海森威这里 他本来现在已经叫做 弗拉迪托沃斯克你知道 哇 这么长的名字 那是人家俄国的领土 但是既然这个普丁就讲说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 能够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好地方 难怪他们会说 哇 现在中俄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友好 本来就很友好 为什么要挂在嘴边 就怕海森威三个字 再一次挑起了中俄 最敏感 最不能碰触的那一条神经 其实老实讲 领土割让这种东西 不管你在哪一朝哪一带 你后面大家一定会觉得 那本来土地是我的 是啊 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 他之前就接受这个媒体的专访 那时候对于什么中国 在最近你不是大家这几年 觉得说中国大陆 好像没有放弃要武统台湾这件事 那赖清德就讲说 中国如果要併吞台湾 其实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他说如果你要为了领土的完整 你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 这个在爱辉条约所签下的土地 意思就是你怎么不把海森威拿回去 所以爱魂条约就把海森威 割给了俄罗斯到现在 变成了普丁情下说 欢迎来海森威玩 那当然赖清德这样一喊话的时候 我跟你讲 俄罗斯外交部 他就直接就讲 他说什么 他说俄中两国在2001年签署的条约 已经讲说 我们相互放弃对方任何领土的要求 意思是什么 你当时割给我的 就是我的了 那已经就是我的了 但是俄罗斯也说 他已经要重申所谓的坚持一中原则 甚至还说什么 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无权代表北京发表任何声明 那我就讲 俄罗斯的外交部讲这个话 完全是中国大陆的语调 什么叫做台湾当局领导人 我们是中华民国 赖清德就是总统嘛 打包我们再回来看这一张照片 普丁 为什么 他心里面住着一个魔鬼 那个魔鬼一定要不断的灵魂叩吻着 你不是我最好的兄弟吗 中国你不是应该挺我吗 为什么你的大疆无人机 居然帮乌克兰 在我头顶上丢炸弹 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 他确实会发现到 在这次俄乌的这个战场上面 乌克兰用了这么多的这个无人机 老实讲乌克兰有多少军需 这个整备的能力 俄罗斯很清楚 但是你那么多的这个无人机 到底从哪来的 你知道吗 俄罗斯的官媒居然在大陆外交部的记者会 就直接就提问说 你们这个乌克兰 事实上大家讲说 不可以去买这个所谓的大陆生产的无人机 但是乌克兰居然还是大量的去买 所以他要求这个中国方面 你要不要讲一下 到底为什么你们卖给这个乌克兰 因为你知道俄军在战场上 被乌克兰的那个无人机棋袭 这打得这个落花流水 结果你知道吗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居然讲说 没有啊 我告诉你 我们是非常严格控管无人机 而且都严禁他使用在军事的用途 那你刚刚提到了 到我头顶上丢炸弹那个大疆 它怎么来的呢 所以俄罗斯的官媒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们发现到说 乌克兰都绕过管道买了将近三亿 价值三亿的这个无人机 那所以呢 乌克兰现在手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无人机 而且感觉上都来自于中国大陆你知道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之前他们乌克兰的这个士兵 就讲说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很厉害 你看那个无人机下面带了两个 那个榴弹对不对 他就讲说 我今天把这个无人机改装完了之后 装上榴弹我就变成什么 变成榴弹投资器 但重点是这个画面 对中国对那个俄罗斯来讲 他就很生气 为什么 他说这个无人机好像是大疆的 DJI的这个无人机 你不解释一下 怎么被他拿去这个购改之后呢 反而变成杀伙的 而且你在外面上面所看 那个坦克车有没有 你躲在树林草丛街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吗 这样子从无人机往上空拍下来 就直接就直接命中你了嘛 商规军用 上帝之眼 躲在哪里 直接给你开罐啊 对于乌克兰来讲 你知道吗 他有一段时间 很常使用无人机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不对 他的无人机好像有一段时间 不愿意去用中国大陆的 你知道吗 因为乌克兰军队 有一段时期发现到说 他们很大量使用 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大疆无人机 结果没有想到 他只要那个无人机一升空 通常我就是躲在这个很隐蔽的地方 然后去操作 他说没有想到 这个无人机一升空之后 乌克兰的阵地 立刻就被俄罗斯军队发现 被端走了 这个怎么解释 所以是不是你今天 你这个大疆你们的后台 你是不是有开放 这个所谓的权限去给俄罗斯方面 所以我就锁这个码 而且你知道大疆无人机 他其实老实讲 我觉得人家在商用规格上 也做得很厉害 你知道 他其实都已经做到什么 你知道 你飞到一定的飞行距离 如果没电的时候 你不用操作他 他会自动回到原阵地去 所以表示你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起降的 那个阵地的 那个GPS定位 全部在后台通通都有 所以乌克兰军队有一阵时间 他就不喜欢用这个 所谓的大疆无人机 可是你知道吗 在最近大家发现到说 乌克兰他又开始在使用 这种无人机 而且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出神入化 比如说我们就讲说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你要在战场上面隐蔽也隐蔽 躲在这个所谓的草树林里面 是很难发现 但你现在看得到的是 这个无人机在空中飞行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这是无人机的第一视角 你刚刚有看到他打什么吗 我没看那边去看 我跟你讲 他一个机箱阵地躲在里面 所以他其实是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你知道吗 他是哪一只眼睛看到里面 你现在再仔细看一下 他里面 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们这个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猎杀的这个无人机 可是我在高空还有一个监视用的无人机 所以你为什么在这边会看到两个不同的视角 这个是攻击用的 可是另外这一个高空用的侦察者 他的眼睛在更高的地方 我先锁定你的机箱 那个位置 提供他坐标 所以你看看你躲在树林里面的那个机箱阵地 又怎么样 我一样能够举杀你 我什么都没看到怎么被他给端走了 而且不只是这样 大家就认为说以前这个无人机 你今天就是带着一个炸药嘛 了不起叫做游荡炸药 箭一个杀一个 那你有办法箭一个杀一个 箭两个杀两个 箭五个杀五个嘛 哪有可能根本来不及攻击啊 这就是乌克兰最厉害的地方你知道 他不只是把美制的武器系统放到二制的飞机上面去 他甚至说无人机为什么只能装榴弹啊 没有没有 我们把那个AK-74凸击步枪装在上面 你这样画面看到有没有 他真的把他扛上去了 那就代表是我只要锁定这个目标物的时候 我就可以对着你 我举杀你而已 不是举杀 我是可以追着你跑你知道 你敢跑我机枪就跟着动 而且你想想看 我机枪上面带的这个子弹术只要够的时候 我是可以成为移动的杀器 所以我在空中啊 你任何这个所谓人员只要被我锁定完了之后 我是可以追着你跑 那你想躲到哪里去呢 说到底这一场恶物战争 我们以为牢牢的黏着在欧洲的战场 没有想到他那个振动的效益已经全球蔓延 来我们看到远在千里之外 远东地区的北方四岛 现在日本要趁你病要你命 让普丁难以好吃好穿好睡吗 你刚提到北方四岛 事实上这个长期以来啊 日本跟俄罗斯方面就为了这四岛的这个主权的问题啊 大家一直争吵不休 因为俄罗斯说这四岛是我的 但日本说这是我的 所以大家为了叫做实质的控制权跟领土的部分 本来就吵得不可开交 结果在最近居然白俄的这个电视台报道说 我告诉你我们白俄罗斯不是跟这个俄罗斯交好吗 其实我们也想到他们居然说有抓到日本的间谍 你知道他说有一个日本人在边境附近收集情报 还拍摄军事设施 他已经违法你这个我的这个国内的法令遭到拘捕啊 可是我就讲啊 你为什么白俄罗斯这时候会特别去强调日本呢 而且日本为什么千里而来在这地方 你是要勤收什么呢 好 其实你知道吗 大家就在讲说 日本是不是透过这个在白俄罗斯这边去收集 俄罗斯现在它的一些的军事动态 打到哪里了 你知道吗 像过去我们刚刚提到北方四岛 其实日本一直在希望跟俄罗斯 透过谈判的方式 就把这个北方四岛拿回来 所以在国际上一直有流传一个说法 他说什么你知道 日本现在在等 等俄乌战争 如果俄罗斯这个被打败之后呢 日本很有可能就要参与 瓜分俄国领土的行动 第一个首要的目标就是 俄罗斯不好意思 北方四岛还给我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田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篇 挖真相 明镜与点点栏目